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金银花系列案件 金银花商标权利人通过上海碧里化妆品有限公司 向全国上百家花乐水企业发起诉讼 相关维权诉讼获得了不少胜诉判决 2022年的3月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一起金银花债审案 随后该系列案件逐步 发生了反锁 多地中级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 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 部分案件原告甚至跳回了诉讼 而被执行的判赔金额的被告企业也申请再审 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一起金银花商标案再审改判 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 驳回了BD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再审改判后 已被执行的财产将被法院折令返还 而根据彭派新闻的报道 除最高法和浙江高院这两起战审案外 目前全国至少有8起金银花商标案处于战审 浙江高院的战审判决 在金银花商标案备数企业中也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不少被维权的企业也是期待 早日通过改判和执行回转 追究毕业公司的法律责任 挽回自身的经济损失 恢复金银花花路市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金银花商标早在20多年前就被撤销了 在未显示权力恢复的情况下 这个商标是何以时复生 一直是个弥团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近日一份判决在艺术圈里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比利时艺术家 克里斯丁艾希尔瓦 主张一位中国艺术大咖 叶永星涉嫌抄袭其作品 长达30余年 并向其提起诉讼 8月22日 这场持续了4年多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终于也是迎来了一审的判决 那根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书显示 法院判决 叶永星的行为构成助手权侵权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叶永星需要在 环球时报中风以外的版面 发表制限声明 想原告希尔瓦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叶永星支付原告希尔瓦 赔偿金人民币500万 应该说 比利时这位原创者的创作 在中国获得了保护 希尔瓦于8月31日 社交媒体上也是特别兴奋的表示 经过4年的等待 我们赢得了在中国的审判 相关媒体报道声 永星1982年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 常在北京 上海新加坡 英国伦敦 德国莫尼黑 各地举办过各证 限为四川美术学院退休教授 而科里斯蒂安 希尔瓦 什么是比利时特朗那一出家 希尔瓦表示 自己是侵权有行为的受派者 一副由 李永钦亲亲自签一个画作 曾在拍卖行拍出过 40万路元的高价 而他本人的作品 价格基本的维持在 5000欧元到15000欧元之间 本案中 李永钦抗兵有7副画作 属于合理借鉴 并不构成侵权 但经法院审查对比认为 叶永钦对涉案权力画作 具体表达上的借鉴 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构成柱子权法意义上所称的抄袭性能 此外 法院认为 公有领域素材的使用 不受柱子权法限制 但在此基础上 经作者独立创作 形成的作品内容 仍可受柱子权法保护 其保护范围被作品中 作者的独创性表达部分 近日 上海知识产券法院 对一起恶意强度商标的行政处罚 上述案件 作出博规上述 维持原判二审判决 那2021年的8月7日 C公司向国家知识产券局 申请注册商标 性格残 红残 红残残等 不久又向国家知识产券局 申请注册了商标 红残残 烂红残 火红残 后来国家知识产券局 驳回了C公司 怀疑性格残 商标注册的申请 同年的9月 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收到是知识产券局 发出的案件 转办案 要求对C公司涉嫌恶意抢助 性格残商标的违法行为 进行调查处置 经过询问调查 2020年7月 该局要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C公司出预 法款5000元 C公司不服该决定 向国区政府申请行政赋予 那该区政府认定 C公司的复议申请不能成立 依法维持着行政处罚决定 C公司不服向某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 东京奥运会期间 调识运动员全红残的性命 积极代称性格 已被公众广为知晓 运害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C公司未经运动员授权许可 散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注册与全红残姓名积极代称 相似的一系列商标 该行为有备于社会主义道德风上 故判决国会C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同样维持了一审的结果 并且还特别指出 涉案商标未注册成功 仅能说明C公司的没法行为的后果 但并不影响行为本身的兴趣 涉案商标的注册申请军备国会 而非C公司自行主动撤回 或者拒绝缴责费导致注册申请终止 而且基于未缴责等原因 导致申请行为被驳回 也不影响行为本身 是否构成恶意申请的认定 余律师也是在此郑重提醒 恶意抢复的商标不仅不能获得注册 还可能受到形成处罚 甚至是高额的赔偿 趁热点抢复商标的行为 也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最后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